全世界的有家都希望来香港创作 我感觉艺术和文化 在未来的年代会更重要 这是我的担心的担心 大家好,我是小新 小新现在是在香港 随着香港疫情形势的好转 一年一度的香港艺术乐已经拉开了帷幕 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展在香港陆续登场 东方之珠也将呈现出 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魅力 今天我们Vlog的主题就是 港漂青年艺术家看香港艺术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邀请到了一位 港漂青年艺术从业者Tanya Hello Tanya 小新,大家好,我是Tanya 是一位热爱艺术的港漂 也是艺术文化的创始人 很高兴今天能跟小新来参观香港的艺术空间 我选择了五个 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的艺术空间 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 就是西九文化区的M家博物馆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在M家博物馆了 这里是亚洲首间全球性视觉文化博物馆 那么M家呢 有33个展厅 其中有超过8000件来自全球各地的展品 那么Tanya 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哪个展厅呢 今天我们去M家最富市民的一个展厅 南展厅 这个展厅收录了三件赵武吉的作品 法国前总统曾评价 他的作品是从最深处将中法两国的文化精髓融合在了一起 作为二十世纪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 他也是少数能够跟毕加索莫赖等大师相提弊论的华裔艺艺术家 我们现在站在第一层 在这一层层居里面 我们主持人员主持人员主持人员 他们选大师封其中间这种芯片的造成 相当的造成方法 请您可以介绍一下 一个研究型作品 我们有很多工票在写真上的商品 从今美国以一种艺术家 一个大象的形象是Azaolq. 如果您看静峰的绪米 您看到它是很有黑纹 在背景的底部 和佛语师的用程度和纸和明纪 在下方,你能看到一些很严格的风格,中国词。 这个风格是与他的经历的经历吗? 是的,当然,他在中国写作业练习。 在这个时刻,他开始练习一些东西, 一些东西从中国文化中认识。 福利英告诉我们, 今年有12件赵武吉的作品被捐赠到M家博物馆。 这是M家首次把赵武吉的作品纳入馆藏。 M家博物馆也因此成为迄今欧洲以外拥有最多赵氏藏品的公共文化机构之一。 现在小新和Tanya就来到了位于中环的一间名画廊当中, 这间画廊当中就展出了我们香港知名艺术家林天行老师的作品。 香港是多元开放。 还有香港的国际事业。 因为香港一直都是跟世界结果, 事业很辽阔。 要制造一种氛围, 就让全世界的义务家都希望来香港生活, 来香港创作。 刚才小新和Tanya已经逛完一间推广香港本土艺术的画廊。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充满国际化的空间。 Tanya,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我们现在在香港的一个艺术地标H Queens。 这间画廊叫白石画廊。 它是一间非常资深的日本画廊。 它主要也是推广日本的战后和当代艺术家为主。 那么偶尔她也会去推荐一些中国的年轻新兴艺术家。 小新,在我们身后的这幅巨型作品, 非常的厉害。 它是来自日本当代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波典礼王草菅迷生的代表作《网》系列。 这个应该是白石画廊的镇馆之宝了吧。 白石画廊的空间里还有一批小田桃红的作品。 她的作品也标志着战后日本摆脱了传统的束缚, 主动纳入西方审美浪潮的艺术追求和实践。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非常国际化的画廊。 这个画廊是由法国前总理家族创办的。 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又高又帅的呢, 那就是画廊的主旅人Arthur。 Nice to meet you Arthur. Very nice to meet you. It's a pleasure. I've been living for almost 12 years in Hong Kong. So it's been quite a while. I've got to know the place, the people, and of course I found a love with Hong Kong and I believe a lot in the region. I think I believe in Hong Kong, greater than China, China itself. And I feel that art and culture is going to b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coming years. 在港多年,法国前总理德威尔潘家族 与艺术大师赵无极渊源泼深。 画廊中珍藏的不少赵无极早期珍贵画作 和私人顶级收藏也见证了这段中法友谊。 香港不仅有来自全球的艺术空间, 艺术氛围也存在于大众的生活当中。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香港的一家艺术餐厅。 这是位于K-11 Museum的一家艺术体验空间, 叫Curator。 小心,这家餐厅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还是可以把你喜欢的照片打印成咖啡。 这个呢,就是我提供给店家的照片。 这杯呢,就是打印出来的咖啡, 是不是很有艺术感呢? 玩你还有随处可见的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比如《草间泥生》、《卖凉美智》 还有《村上龙》的版画。 小新一整天的香港艺术之旅, 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特别感谢泰雅今天带我们领略香港的艺术魅力。 谢谢小新,也很开心, 跟着小新为大家介绍香港的艺术。 香港的艺术乐已经开始了,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领略《东光之珠》的艺术魅力。 拜拜! 拜拜! 拜拜!